來 開起來 乖 停喔 我要放囉 所以 這個動作很明顯的 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的核心真的不見了 所以這個練習真的會讓你回覆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 懷孕 育兒 親子相關的資訊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懷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場後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創業心媽媽 婉玲 很多媽媽一定有和我一樣的困擾 就是啊 我們生長完之後 為什麼肚子還是這麼大K 今天呢 我們就請靜老師呢 來教我們如何透過瑜伽運動 那我們來恢復我們的肚子吧 好的 我今天要教大家三個動作 然後幫大家喚醒核心的力量 真的很需要它 今天是教核心的動作 因為你肚子可能會有一點用力 然後你會覺得有一點痠 都沒有關係 那是一個過程 但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剖腹產的話 千萬不要在你的傷口還沒有癒合之前 或是在六個月之內做這些動作 因為身體真的會不舒服 而且會有反效果喔 沒錯 要記得一定要問過醫生之後 我們再做 不然的話啊 你看我也是剖腹產 那我之前呢 就是沒有詢問過啊 自己就先偷偷做 結果呢 傷口的部分啊就在痛 所以大家不要跟我一樣喔 第一個動作是上核心的練習 膝蓋大概在這個位置 你的肋骨下面一點點 首先讓你的雙腳彎曲 踩在你的辮子上 或地板上 雙手放在你的頭的後側 配合你的呼吸 先把氣吐乾淨 然後一個吸氣 準備好的話 吐氣的時候上來 不用很高 希望你的肩胛骨有離地就可以了 然後吸氣下 吐氣上 吸氣下 請注意不要讓你的雙手夾起來喔 因為這樣子你會用到手跟 背部還有頸部的力氣 就用不到你的上核心了 記得要穩定的 不要忽快忽慢 這樣子很容易會讓你的脖子 會用到力或是手 達不到效果的 好 你可以做十次之後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你再做第二回合 一樣十次 當你做到第二回合 或是第三回合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然後高度會沒有辦法 像第一次那麼高 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了 你要維持每一次都是在同樣的位置 這樣子才有效果 第二個動作 我要訓練的是我們的下核心 像已經在我們肚臍下面 到尺骨的這一段 首先 我們幫我們雙手插在我們的腰的下面 剛剛躺著可能同學不太了解 就是我們講的 間綴還有手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就是剛剛手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你的腰椎底端 然後這一塊平平的骨頭 但是手不一定要疊在一起 你可以讓你的手稍微打開一點也可以 這是要幫助你 可以穩定你的身體 然後你讓你的雙腳輪流抬起 先抬你的右腳 腳背可以下壓 也可以勾起來 數五個呼吸之後下來 然後換腳 五個呼吸之後下來 下來之後兩腳一起起來 好 請注意不要用肩膀的力氣喔 這樣子你就訓練不到你的下核心 所以不能手肩 你要放輕鬆 把你的力氣全部都放在你的下腹部的位置 這個動作你可以重複做五次 上核心跟下核心的練習 都會讓你的腹部非常的有感 而且很快有感覺 第三個動作 我們要做側邊的核心的練習 所以首先我們要側躺 讓你的腳伸直在你的臀部的後方 然後另外一隻手撐著你的身體 肩膀在你的手肘的上方 做比較簡單的方式是把你上面的那隻腳踩在前面 用你的手幫忙支撐 讓你的側邊的臀部跟腰部離開地板 這樣子 你可以停留五個呼吸 如果你感覺到是手痠 那你要下來重新調整你的動作 因為你撐到你的手了 肩膀不能卡住 所以你五個呼吸之後下來 你再做第二次再撐上來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地方 側邊的腰在用力 如果你想要加強這個動作的話 你可以讓雙腳伸直 一樣的撐起來 但是雙腳併在一起 用著你的力氣停留 手可以插腰 你也可以撐著 一樣五個呼吸之後你下來休息一下 然後再做第二次 第一個動作 上核心的練習 請問你媽咪把膝蓋彎曲 腳踩在地板上 然後手撐在你頭的下面 記得手不要夾起來 你只要配合我的口令 上跟下就可以了 準備好了嗎 好 上半身上來 肩胛骨離開就好 你有上來嗎 是不是很想打我 好 再一次試試看 先放輕鬆 好 輕輕的吸一口氣 然後吐氣的時候上來 對 鼻吸鼻塗啊 就騎腳踩都習慣用著吧 我覺得這個是瑜伽跟一般的運動 還有一個就是必須要去改變的 就是我們瑜伽是用鼻子呼吸 好 吐氣的時候上來 好 吸氣放鬆 你還好嗎 好嚴肅 而且我覺得 你有一種就是士兵附戰場的感覺 你要很認真地去感受每一個環節 對 真的 很難喔 對 我知道真的很難 但是這個就是練習 好 吸一口氣 好 吐氣的時候上來 你想肩膀要離地就好了 對 肩膀要離地 再來 再來 然後你眼睛要看到大腿中間 對 好 然後吸氣下去 吐氣上來 吸氣下 你會發現就是做到第五次 其實這裡開始真的比較酸 所以我們練習的時候 其實都要做 次數量比較多 我常常都會講說 前三次是在調整你的身體 第四次 第五次之後 開始進入動作 然後可能第七次 第八次 你才是感受到那個身體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就是練核心的話 好 肥主至少要十次 好 晚點媽咪 請把你的手呢 插在你的 尖椎的位子 首先要朝下 雙腳並在一起 來 右腳抬起來 15度就可以了 15度大概多高呢 就是離地一點點 這樣嗎 你眼睛瞄得到 欸 對 然後腳可以下壓 也可以勾起來 看你覺得哪一個 讓你比較有力有感 這樣好 效率 好 那你就壓著 然後腳下來 這樣就累了 你還有左腳跟雙腳 好 左腳 對 欸 不用太高 不用太高 來 雙腳並 然後一起上來 來 開起來 乖 停喔 我要放囉 所以 這個動作很明顯的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的核心真的不見了 所以這個練習真的會讓你回覆 但是再回到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記得如果你是剖腹產 六個月以後 傷口癒合了 十萬波醫生了 你再開始做核心喔 不然會有緩效果 你會越做越大 好 晚鈴媽咪 我們從雙腳開始可以嗎 哈哈哈 我覺得我都跟你一起緊張了 很難 對 欸 很棒 好 三 好 三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知道 我會 哈哈哈 你偷偷想 你知道我們是321嗎 不是三就結束了嗎 哈哈哈 那所以事實證明一件事情就是 晚鈴媽咪還沒有準備好雙腳 那所以我們現在怎麼辦 如果你跟晚鈴媽咪一樣 有這樣的困擾 我們回到單腳練習啊 對不對 好 剛剛晚鈴媽咪有講一個就是 他覺得抬高一點比較累 但是其實這個都沒有關係 你看是你要查一下15度 或是30度 但是我建議不要超過到45度 因為其實你腳的角度不一樣 你會訓練的地方其實又不一樣了 那我們先從D的開始 訓練真的是比較下核心的位子 那我們現在來進入到第三個動作 就是側邊腰部的核心 所以呢首先呢 我們讓在下面那一側的手呢 手肘彎在肩膀正下方 下腳伸直 上腳踩在前端 用你的手 還有你側邊的腰的力氣 把你的臀部推高一點 這時候呢你可以讓你的下腳稍微勾起來一點點 晚鈴媽咪左邊的肩膀要放鬆 就是你下面肩膀要放鬆 呼吸呢也是自然就可以了 不要憋氣齁 這邊會痠的 這邊會痠就是用到肩膀力氣了 所以你要試著就是不要用肩膀力氣 你只用下面的腰側還有大腿力氣 然後晚鈴媽媽有點前傾 對我們身體是好像一個板子一樣躺平的 所以身體沒有前傾沒有後揚 手的力氣要小一點喔 你看這邊 好難喔 真的 加油 就是要這樣練側核心的 同學不要覺得晚鈴媽咪在演 你有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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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練習會改變你的身體 但是你一定要開始練習 如果你真的想要找回你的 就是 找回我們的肚子 找回你的肚子 找回你的腹肌 加油吧 像我剛剛講的第三個動作 其實我都起不來 就算起來我可能只有一秒 兩秒就下去了 對 我們應該是怎樣 漸漸的去把它練起來 我林媽咪問一個很好的問題 如果你單腳也不行 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試試看 每天只要一秒 你先把動作擺好 然後感覺一下 至少你知道說這個動作應該要怎麼做 但是每天都做一點做一點 你可能可以從一秒開始 最後變兩秒 三秒 四秒 然後越做越好 然後從單腳變成雙腳 你的所有的努力跟練習 都會回到你的身體上面 那我們請進老師幫我們統整一下 我們今天分享的瑜伽運動 好的 第一個動作是上核心的動作 把你的兩腳彎曲 踩在你的墊子上或地板上 當你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上半身離開你的地板 吸氣的時候放鬆 你可以做五次當作一回合 或十次當作一回合 休息一下再進行第二回合 第二個動作呢 是我們的下核心 首先平躺在你的地板上 然後讓你的雙手插在你的墊椎的下面 我們可以先從單腳的練習開始 右腳抬起來 三個呼吸或是三秒都可以 再來是左腳抬起來 三個呼吸到三秒 然後接著是兩腳一起抬起來 第三個動作呢 是我們練習我們側邊的核心 首先你的身體下方的手肘 要在你的肩膀的下方 再來是你的雙腳可以選擇 伸直或是彎曲 如果你是剛開始恢復你的核心 建議你就是單腳的練習 把你的側邊身體撐上來 可以的話我們停留三到五個呼吸 如果不行一樣 我們就試著做一秒 或是只要輕輕的離地就可以了 今天靜老師跟我們分享的這些瑜伽運動啊 除了我們媽媽可以做之外 上班族也很適合喔 如果你對瑜伽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Follow靜老師他們的粉絲團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等一下會介紹大家一點 就是可以全身性的伸展 然後可以讓你感覺身體很舒服 也可以幫助你墊到一點點的核心 一點點的手 一點點的腳 就是什麼都有的一個練習